有这样一个男角色 他是一同 会做饭 擅长空手切白菜 梦想是让每个人都吃饱 会砍价 腰带里面还有很多发圈 他也太懂生活了吧 以前玩战双我就只记得杜边是王牌飞行员 地面部队老大什么的 现在才发现是男妈妈角色啊 太贴心了 贴心的树心机甲可以半夜潜入我的房间 还没有人能发现 啊这 这一定是来看我有没有盖好被子吧 树心机甲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少林阴气 那新出的杜边成名可就太帅了 谁会拒绝一个闪闪发光的外谷歌机甲 更何况背后还有披风 心机体装甲和皮衣结合 正面主打一个深微造型 胸前肋骨造型的谷歌装甲凸显映朗 腰间战损的设计 后背刀刃划开的痕迹又显得稳重沧桑 什么力气磨量又一口重生的战斗英雄啊 一身披风洒脱飘逸 一身装甲又凹吐有形 不知道从树心到叶刃再到残迷 杜边的胸肌成长了多少 我直接打开杜边的数据库 身高185厘米 小蓝也一样 那么杜边的腿长距干到了1.08厘米 正面画出身体龙阔 算出正面上胸宽31.01厘米 侧面上胸宽24.52厘米 那么胸围尺寸为101.32厘米 腰围用大圆角表示 腰围为70.51厘米 不愧是宽间窄妖的倒三角身材啊 囤围用大圆角加小圆角表示 囤围为92.55厘米 算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 杜边的胸肌被装甲类的太明显了吧 这样算肯定偏小了 我直接就想到了风神棒啊 如果我也用麻松捆出杜边的下胸 那么上胸围不是还能更大 于是我冲着性地提出了三个概念 机甲胸围 轮廓胸围 还有一个是捆绑胸围 于是刚才算出的101.32厘米 就是杜边的机甲胸围 这个胸围是被新机甲累出来的 数据偏小 我们把身材轮廓的线条往上延伸上去 量出来的数据就是轮廓胸围 轮廓胸围为102.70厘米 这是杜边不穿机甲的胸围 如果用风神棒的方式给杜边捆一圈 因为挤压的是下胸围 上胸围就会略有增加 按这样来算 我直接推测杜边的捆绑胸围 能到104.09厘米 现在明白衣服造型的重要性了吧 不同造型的周边 居然能测出不同的数字啊 哎呀呀 我的朋友就会说了 穿了衣服测出来咋算都不准吧 我翻了半天 翻到了弯钩船长的涂装 这款涂装没有穿上衣 这叫甲领子知道吗 这个甲领子我也可以测一测啊 仔细看这款甲领子也有内胸的效果 机甲胸围101.60厘米 和新机甲成名几乎一样 轮廓胸围103.86厘米 囤绑胸围106.12厘米 这直接比新机甲多了2厘米多 所以真的是脱衣有肉穿衣享受吗 原来这句话真的没毛病啊 杜边的其他机甲我也算了一下 也认因为风衣看不到生产轮廓 没法计算 其他的所有装甲 胸围在101到106厘米之间变化 腰围在71到74厘米之间 囤围在93到100厘米之间 我把所有结果放到一张全图上 感兴趣就暂停解个图呀 胸围这么标准 那么爆发力应该很强吧 剧情里面杜边要么在天上bububub 要么在地上建营地 没有体现力量的场景 但杜边在开大招的时候 他跑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直接提着刀撞圈圈 阿探之狼觉得很赞 我逐阵节图拼在一起 杜边的配套总长1.43米 转着一大圈跑了61.68米 却只用了43帧 我的速才1秒30帧 那么杜边的速度直接干到了43米每秒 154.8千米每小时 高速都超速了喂 杜边知道人类是有极限的 于是就不做人了 用上新机甲了是吧 算了这个速度我是惊呆了 最高106的胸尾 居然能跑出154.8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杜边的体重是76千克 跑起来的动能有七万多焦 很好 这是16.8克天气当量 这还用啥技能啊 直接冲过去都能把对方创飞 原来构造体应该这么用吗 那这也太省事了 今天我们算出了杜边的各项身材数据 重点击算了新机甲成名的详细数据 还算出了杜边的速度和爆发的能量 再算玩家们都还满意吗 要不定上去 让大家看看